人生不如意 安静苦笑吧 想要获得最详细的苦笑学堂攻略吗 想要了解版本更新的最新动态吗 那就快来关注苦笑公众微信号 欢迎收看苦笑学堂 我是安静苦笑 扫描关注苦笑的新浪微博 安静苦笑lol 我将在每期视频的微博留言转发里 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送出一万英雄联盟点券 首先恭喜上期的中奖观众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苦笑学堂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 飞帮必选 上分极稳的 AD型打野英雄 法外狂徒格雷福斯 俗称南枪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 南枪的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 熟悉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啦 打野南枪 主Q 服役 刷野效率极高并且无伤 一旦等级优势就能打出无与伦比的恐怖输出 那来简单看一下他的技能介绍 他的被动是自动储备两枚散弹 普攻会击退野怪和小兵 并且消耗储备的散弹 近距离贴脸普攻伤害最高 Q技能向指定方向丢出技能 几秒之后造成返回的二段伤害 如果你Q强会立即触发二段伤害 W技能丢出一个烟雾弹造成减速 并且让敌人丢失视野 E技能向指定的方向位移 并且补充一枚散弹 每次普攻都会减少E技能的CD 每使用一次E技能就会获得额外的护甲 这个效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叠加持续数秒 利用普攻刷出E技能 快速叠出高额的护甲 大招造成高额的物理伤害 并且会向后退一段小距离 那曾经的ARE连招在这个版本已经取消 那不用再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了 那说下他的打野心得 一级学艺 可以选择去偷对面的buff或者自己红开 二级可以先抓一波上路 那注意抓人的时候先让队友跟对方拼起来 然后再打出风旗跟上平A Q技能后手再交 那如果实在没有机会 那就把野区刷干净 把等级刷起来 优势自然就出来了 大招呢尽量用来收人头 补伤害或者逃命 团战的技巧 南枪团战要把自己当ADC打 先输出对方的前排 等一技能护甲叠起来 再上去该干嘛干嘛 那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站位 不要被秒 利用烟雾弹切割战场 或者是就丢在自己的脚下保护自己 这是最让人头疼的机 那具体的文字攻略和天赋截图 我会发在我的公众微信号 大家可以扫描右下角的二维码 关注苦笑公众微信号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 LOL安静苦笑 人生不如意 安静苦笑吧 支持苦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安静苦笑大观人 每周发视频的时候 都会抽奖送点券哦 那之前我在中单爱客的那期视频里 说了一种言论 那就是高考是改变普通人命运 最简单的方法 所谓学生减负 是那些富人家庭才需要的 那部分人不太理解 说是不是苦笑对富人家庭有偏见 其实并不是 比方说 你对你的女朋友说了一句 哇哦 你是天下最好的女人 那你是不是对天下 其他的所有女人都有偏见呢 并不是啊 苦笑所强调的 是普通人比富人的孩子 更需要努力 而且希望大家不要去相信 网上那些所谓学生需要减负 所谓父母不是龙 也不要希望孩子成龙的这些言论 那至于富人家的孩子努不努力 不在苦笑的讨论范围之内啊 还有希望学生减负 是富人家庭所希望的 但并不是所有富人家庭都希望 这是有一个逻辑范围的东西在里面 就好像白马是马 但并非马都是白马 再说下去就要上课了 那我也并不是说 持有那些言论的人 就是三观不正 只不过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 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 思维观念要随之不断成熟 你们以为主播都是没文化的吗 其实闲聊这些 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开始出兵前的一分四十秒 不那么无聊而已 反正整场都要说游戏 开篇不如来点人文社会的开胃钱财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半场的屠杀 那这场是一个钻石白金的排位赛 那赵姓出生在下方 肯定是红buff开 路人局嘛 视野肯定不会像职业比赛做的那么周全 所以我们非常大胆的侵入蓝区 从对方的蓝buff起手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个三buff开局 但说实话 不要以为这样有多赚 其实在第一圈刷野刷下来 彼此的等级不会相差太多 那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什么多一个buff 你就多一几那样 并没有 收掉了对方的蓝buff 直接从这个地方一回来 这样子的话 能穿D型的打野机动性是最高的 这样我们打野效率会非常的舒服 那游戏时间两分半钟 对方的下路直接是拿下了我们的医学 那还好我们的中单这波非常神奇 中单脚跃两分钟的时候 二级支援到下路拿下对方的人头 这波支援非常的到位 玩脚跃就是要这样玩 一级上线很推线 推完线要么回家 要么失去其他路支援 是一个老脚跃 那这波我也是拿到了双buff 但是到不了三级来吃一下这个小螃蟹 那最大可能的侵吞整个野区的资源 南枪正英雄强在哪里 就是强在他能刷 那前期不要太想去抓人 把经济等级刷起来 有了等级就有了一切 那现在来中路这边补一波线 这个角落节奏可以 几乎不丢兵啊 那抛车要让我捞一个 到达三级非常舒服 现在不急着去打狼buff 看看河道蟹以及下路这边 有没有机会 哦垂石一垂一边 垂石对面的这个巴德 然后这个EJ半血很浪 指着自己有位移对不对 是不是指着自己有位移 去勾引一波 我从这个地方绕后 你已经跑不掉了 就算你有再多的位移 怎么样喷一下 然后往前再喷一下 舒服 卡一个走位 再多的位移根本跑不掉 那男枪这个英雄 他没有控制啊 就纯粹靠封走位 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一个地方 然后靠自己的硬伤害 去拿人头去抓人 那说完下路的人头 继续刷野发育 那你们看一下男枪这个英雄 他的打野心血 有没有一点无耻 半血的男枪 喷几喷 几乎要回到一个满血 然后呢 我们是从对方的蓝buff开 偷对方buff开局的收益 从现在才真正开始 在我打自己的蓝buff之前 我偷对方的buff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东西 因为对面如果刷上一圈的话 他的等级跟我一样也是三级 直到现在才会拉开差距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偷了对方的buff就有多得瑟 人家也是三级 你也是三级 偷完赶紧跑 不要跟人家做正面接触 单挑的时候还要往后拖 说实话 男枪这个英雄到中期的时候 单挑是非常非常强力的 一个是他刷野刷的多 等级会比较的好 还有一个他会出红色的惩戒 红色的打野刀 比方说像排位赛里面出场率非常高的瞎子 那瞎子这个英雄基本上不会做红刀吧 那做红刀的瞎子都有多膨胀啊 那不做红刀的话 那你首先在单挑上是绝对单挑不过男枪的 这个百分比减伤 你怎么单挑的过 其他英雄那像寡妇吧 哦寡妇我不管你做什么刀 寡妇一般做蓝刀对不对 我曾经遇到就一个寡妇我的寡妇队友 然后他一套爆发打在对面打野男枪的身上 很疼确实很疼 但是男枪就剩一点点血 一点点血开始选择反打硬生生 是吸血反打回来 把我们的寡妇给打死了 所以蓝枪这个英雄 他的反打和单挑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你别看他只有一丝残血了 你为了杀他 你要跟他贴脸 一贴脸 他的所有喷筒喷在你的身上 他的那个吸血 他的那个伤害 你真的是很受不了 好那这一波也是发育了一波 回家直接是拔出了红色的打野刀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遇谁我都不怕 那造型你要来跟我搞 造型是一个蛮后期的英雄 你在中期跟男枪对拼 是绝对打不过我的 当然是刷还是抓 那取决于大家的经验判断 千万不要为了抓人 而浪费了自己良好的刷野时机 男枪这个英雄 你一旦等级没有刷起来的话 你抓人也抓不死 他没有控制技能 你必须要靠自己的等级装备 来打伤害 好刷完上路的石头人 考虑一下要去哪里抓 中路这边脚跃对盐阙 说实话有一点难抓的 盐阙这个英雄我基本不太考虑 因为太灵活太灵活了 那上路这边是一个炼金 舒适苦笑的朋友知道炼金这个英雄 去一个死一个 去两个死一双 我基本上也不太考虑 所以下路这边应该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对面的打野思路跟我们一样 来坚持住队友残血逃生很好 我支援下来 赵姓想来这边放眼睛 上来给上惩戒 贴脸打一套再喷 留一个一技能往前一喷 硬喷到死 而我还是一个满血 对面的辅助想走 再喷一下拿下双杀 这个一贼 我们的AD也是没有办法 我本来想追 我有一个E 但是对面的小兵实在太多了 这波实在是不能追 赶紧跑 你看小兵已经把我打成了残血 赶快一个闪现 这一波也是非常的危险 哎呦我的好惊险 好惊险好惊险 很多人是不是觉得这个时候 我肯定要上去跟EZ对拼 对拼的话就肯定必死 因为看看这个七八个小兵 在前期的时候 七八个小兵一起打我 我肯定是要被围殴致死 那现在对面的这个小兵有一点肥 我稍微把兵线给他控一下 那队友这时候过来 起码我们的兵线不至于进塔 A掉几个 然后就撤离 那接下来的兵线交给队友 刚才我们来下路的时候 我们是五级 哎等一下看一下这个EZ 我现在已经到六了 他想过来干什么 要跟我对拼一波吗 来上一个惩戒 平A 平A两下 等一波 等队友来一个Q 刮出两段杀害 再放一个大烟花 哇哦 他这个E技能躲掉 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的角域还好一个Q 也是逼出了EZ的闪现 我的大招换你的闪现 非常的划算 刚才我们走下来支援的这波也是可以看到 前期蓝buff 就是开局偷他蓝buff的收益 一直到七分钟才开始真正的生效 开始偷他蓝buff 他三级 我也是三级 但是偷完之后 我再刷上一圈 我的等级到达了5级 而他还是三级 这个就是等级上的碾牙差距 硬生生一喷到死 而我还是一个蛮神 而上路这边 我们的鳄鱼已经是被这个炼金 读的有一点生活不能自理了 那炼金这个英雄打鳄鱼确实蛮好打的 确实蛮好打的 看过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上单炼金 不多说了 不多说了 周一到周五晚上见 来上路这边看一下这个炼金 膨胀 这就是膨胀 这么一大波的兵 你没有兵线 你敢过塔去杀这个带点燃的鳄鱼 那这不是找死 那现在我身上是带着一个红buff 已经到达了7级 你看我们的上单跟中单 混线的英雄都只有7级 而我一个打野都到达了7级 那我现在的发育 真的是要多好有多好 直接侵入对方的野区 我管你在哪里 你的野区就是我的野区 你的人头就是我的人头 来上城剑 来最后一个Q爆炸 你就算交了医疗都根本没有办法 是不是中单给他交了一个医疗 先喷喷到墙角的位置 我们再交出Q技能 那看一下我们的中单 把对面的中单打成了残血 有一个E技能不需一过来 逼出一个闪现 再交一个Q 已经无人能挡 对面的中野这波是瞬间爆炸 然后野区继续被我侵入 感觉这一盘游戏已经可以由我主宰了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打野男枪这个东西 现在是非班必选 伤害太可怕了 刷野太恐怖了 然后我们想一下 上路的野已经被我们刷干了 这个野也被我刷掉 但是对面的打野不知道 这个野被我刷了 那么对面的打野复活出来 他会来哪里 他肯定会来下路的野区 OK一穿墙过来又见面了 7级打4级瞬间秒掉 然后我现在身上有大招 下路这边放一个烟花 配合队友拿下双杀 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那收完三个人头 再把这波兵线断一下 那我们的下路队友 就可以安心推塔 脏兵就脏兵 说的这么光面弹簧 那我们的中单也是 自己拉掉了蓝buff 看一下 这个野区已经被我清得干干净净 哎呦 对面的炎雀 这波节奏可以 哇哦 拿到双杀 我来下路这边看看 有没有机会跟他打一波 上惩戒一上来 他这个小走位 躲我的Q非常牛逼 这一下平A我不敢再A了 就差那么一丝血 哇哦 22滴血 22滴血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7-0的数据 要我跟他换命 真的是不值当 七杀必死 我拒绝 那现在我是一个很残血的状态 看一下我们来吸这个小螃蟹的血 看看能吸到多少血 吸个半血 也还可以 南枪打野吸血是蛮可观的 那装备方面呢 他要做死亡之物 不过这件装备成型比较晚 因为你要先做黑切 以及绿叉 或者隐磨刀之类的东西 死亡之物偏厚气 不过我建议大家可以把那个小的骷髅权杖 小的吸血棒先做出来 那一点点的钱 几百块钱的吸血棒 对于你的收益性价比会提高很多很多 那黑切这个装备是肯定要做的 首先有一个版本是把 南枪的被动弹道都算到了黑切的破甲里面 这是对他的一个大大提高 还有一个就是黑切的A人加移动速度 配合上他的风奇天赋 会让你的这速度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看一下上路这边 我们的鳄鱼差一点点血 撕血 那没有拼过 没有办法 来中路这边 看一下 这个人刚刚是不是从我手中跑掉了 你是不是从我的手掌心中跑掉了 我现在技能很全呢 我的闪现马上就好 来一过来穿墙 躲一下 你往哪里Q 我们的队友跟上 控制住一个Q技能 一下平A 轻松收掉人头 没有控制又怎么样 我有机动性 只要队友提供一点点的小帮助 我就可以轻松收掉人头 那看一下这一条 虽然说是风龙 不过我聊胜于无 对面的中单已死 那我就过来自己拿一下这一条小龙 怎么下路 下路拼起来了 不让人省心呢 小龙不要了 来下路这边 掩护一下队友 虽然说我是一个残血 但是我手里面有一个烟花呀 猫镜鞭草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视野 看一下对面的人 会不会被勾引出来 我就在这里回程掩护一下队友 我们的兵线已经没有了 EJ要选择反打 赶快你们该撤的就撤 哇这个维恩一个Q技能 中到了EJ 完了这EJ肯定要冲上来 收掉我们的队友 没有办法 死拼一波一个大招 甭惩戒 灼烧而死 而这波我们的维恩是一个严重失误 他Q上去中到了EJ的Q技能 那肯定是跑不掉的 那别看这个EJ已经残血了 不能去推 因为对面的中单 miss老半年了 我是要回家了 这个垂师没办法 自求多福 那现在我身上 3100块钱 这个钱真的甜蜜 看看能做黑切 肯定要把黑切做出来 哎呀舒服 那鞋子先不及时升级 那黑切的移动速度 加上我们的风起移动速度 已经是快的飞起 鞋子的事情只后再说 那现在我身上的装备 已经是非常的理想 而对面的造性是奇惨无比 他为了抓人刷野 甚至已经是丧心病狂的 做出了一个五速鞋 那这样子的话真的 就是一个赌命 赌输了 他就全场爆炸 毫无翻身值 那看一下我们的中单这边 是跟对面的中单换掉了 那我过来收一下自己的红buff 考虑一下 全场哪里我都照顾到了 只有上路的这个炼金 我还没有跟他亲密接触过 看一下我们的上单10级 对面的炼金也是10级 还好没有被压崩 来上路这边找一波机会 等一下 你们先对拼一波 两个大肉谁打谁都不掉血 这波有点疼了 有点疼了 再追我们的锤石一起支援上来 这个炼金爸爸真的是非常受重视 没有来这么多人的话 真的是很难抓死 那我先考虑一下侵入对方的蓝区 这个血量的炼金很难搞的 看一下还是来欺负一下这个造性比较好 你要打蓝是吗 你的蓝就是我的蓝 没血的造性 这个蓝buff就由我来收下 我其实也体验过这个造性的苦 那我也体验过自己的野区被人家霸仗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毫无回天之力 那看一下我继续侵入对方的野区 上路的炼金 他把兵线卡在外面的话 我们还真的很难处理他 而我们的下路这边也是打了一波一换一 还好问题不大 那对面的野区真的已经是彻底爆炸 每一波野怪都被我轻松纳入囊中 毫无后顾之忧 想进就进 想走就走 我的等级已经压了他三级 而我们的中单已经破掉了对面的中路二塔 那接下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 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前 照顾一下这个上单大魔王 鱷鱼上去勾引一波 双双开大招 好的走过来 逼走位往墙走 OK 那我就对着墙Q瞬间打爆发 继续平A 平A再来一个烟花 哦烟花一冷空大又如何 这场游戏已经圆满了 那达到这里优势已经无比巨大 那之后的剧情就是无情碾压 那么半场的屠杀就简单放到这里 人生不如意 安静苦笑吧 扫描二维码 关注苦笑公众微信号 安静苦笑LOL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 收看最新一期的苦笑学堂 以及文字教学和天赋截图了 那距离我上一次做南枪打野的视频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很久 那个时候天赋还是带试学的版本 那后来又一样 经历了一段时间雷霆天赋 现在又演变成了风奇 那我自己也是遇到了好几次高胜率南枪打野之后 才对这个英雄重新重视起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排位到了白金钻石以上 南枪几乎是非一般必选 而且胜率都超高 我直播的时候我把一个小号打到了赚二赚三的隐藏分 然后那次连续两天遇到了胜率80的打野南枪 那叫一个凶猛可怕 所以我也是赶紧把这个英雄再捡起来 说实话这个英雄的机制我不太喜欢 但是上分超稳 咱们的苦笑学堂不是炫耀 不是秀操作 就是扎扎实实陪大家上分 就苦笑这个实力天天打钻石白金钮有意思吗 打青铜白银才有意思 好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整场的比赛 那这场我们从自己的buff开 不能每次都去偷人家的 也得让大家看看正常开局是怎么打的 南枪这个英雄 他不管是上方还是下方都可以红buff开 那这个英雄是不需要队友来帮忙的 因为他的平A可以击退野怪 你看升一个E技能 惩戒都不需要交 轻松收掉这个红buff 然后直接赶来上路 这个时候我二级带着红buff出现在上路的话 是一种出其不易 很多上单玩家在这个时间段 根本不会来放视野 所以红buff开的二级男枪最恶心 来还敢E上来 OK看我来了 直接焦点燃 OK避免夜长梦多上来拿下一选 这种人头不要让 不要让 那一旦让的话 我们的队友被砍死了 怎么办 那该拿人头拿人头 毕竟一选嘛 他也可以分到不少的助攻经济 所以大家玩上单的话 对面如果是男枪打野 一级二级千万要怂一点 中路这边二级的卡萨丁 单杀了我们的火男 那你没有闪现 我身上有闪有翼 有红buff 走过来直接闪现贴身 平A留一个Q 完成单杀 不留任何的后路 这个闪现一定要交的果断 那这一波兵线很肥 必须要给他用力推进去 不然他会推不进去 对我们的火男没好处 所以赶快来推一下 好 A你要来抓我 你三级 我A完这个小兵 我有三级 你满血 我半血 但是我在小兵虫中绕着你走 你要怎么说 最后再来一下平A贴脸 轻松完成单杀 哇 半血打满血 小兵虫中一点红 这个游戏真的太有意思了 盲森这个英雄 你只要在兵虫中跟他玩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看我手头还留着一个Q 怎么样 他都是死的 那现在并不急着回家 继续来刷野发育一下 别看我们是一个残血 我出的这个打野刀 南枪打野的吸血 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南枪 他都是从上方的红buff开 因为直接二级可以去抓上路 记得我在打直播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玩炼金 我炼金不是二级必杀吗 我炼金都是要玩二级必杀 但是我经常二级必杀 杀到一半还没有杀死的时候 对面的南枪到了 然后我就爆炸了 也是血一般的教训 所以很多时候呢 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继续 从上刷到下刷到自己的蓝区 那现在我的经验等级是非常的可观 刷完这一波 看看河道蟹能不能再给他吃掉 应该是可以到达五级 然后下路这边走一波 现在我身上因为杀了这个瞎子 所以说我的buff时间又再次提高了 那我们的下路队友这边也是很给力 收掉了对面辅助的人头 看似不用我的帮助了 那我就继续安心刷野发育了 我们的上单单杀了盲王啊 我们刚刚帮他那波是帮的很到位 所以一场游戏一条线 那发展的如何 很多时候就是取决于 某一个选手的一个取舍 一个选择 我们就是因为红buff开 二级来上路 就是这个选择 让对面的上单盲王 所有的对线技巧 所有的战术思路 全部作废 现在他已经是有点难受了 不过现在呢 我们的中单这边是比较的不舒服 那被弄死了两次 本来一个常守英雄 对线卡萨丁 在前期是要压制对面的 可是他现在不只是死了 而且补刀也被对方领先了一倍 那有一点难受的 一会儿我再来考虑 那卡萨丁这个英雄 6级之后还是有一点可怕的 那现在我的等级 跟对面的卡萨丁是持平的 那发育最好的卡萨丁 我们的中单跟上单单人线的等级 都没有我高 那大家还是看到 这个英雄的刷野发育的能力 是有多强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实在不会玩 你们练不好这个英雄 把这个英雄搬掉吧 那上了白金钻石以后 把这个英雄搬掉 如果你不会玩的话 那现在我再刷上一波石头人 我考虑一下要去哪里 盲王这边 哦 瞎子来了 看一下泰坦能不能活下来 再刷新一个护盾 骗出对面的点燃 好的 勾引过来 给上一个烟雾弹 你跑得掉吗 再看看这个盲王 应该是追不死 我A两下小兵 想把一技能刷新出来 来一技能卡下 再A一下 哇这一下没有A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那也还好了 那也是救下了 我们的残血上单 再把一整波的兵线推进塔下 这个盲王的发育彻底爆炸了 那我们的中单 再支援过来 想要围剿这个盲王 我包夹到最下边 看一下盲王的一技能已经交完 有没有机会 一过来 交一个Q 还是差了 那么一点点 那这波盲王是爆炸了 但是我好像跑不掉了 对面的卡莎丁到6了吧 这波我这个残血掉头就跑 什么都不想 就是跑 赶快队友护我 护住护住 满血的队友过来护住 我就贴墙 站在草丛里 果然卡莎丁来了 护住护住护住 好的 泰坦交一个大招 把他打成了半血 可以了 够了不要再追了 再追人要复活了 我肯定是走了 再见 你看对面打野已经过来了 哎呦 我们的队友直接被打成了半血 晕住回头打一套 我们的火男还没有到达6级 卡莎丁现在还要跟他接触完闪现交出死亡闪现 中单火男有一时逆风了 那现在哎这个队友过来拉进来 我的这个Q神不神奇 还好 个人的发育5-0 游戏时间7分钟 已经无人能打了 那虽然说我个人的发育很好 但是看一下敌我双方的整体局势 我们是中单爆炸 那对面是上单爆炸 那对面的中单是卡莎丁 那我们的上单是泰坦 感觉还是对面比较占优势啊 啊 卡莎丁发育起来 可是要比泰坦发育的好恐怖多了 对不对 而且在上一期视频 我就给大家说过 盲王这个英雄不是很怕崩 你前期再崩 你中期的时候 只要队友给你拖住 让你慢慢的带线偷塔 终究是可以发育起来 所以现在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好 那现在第二个红buff已经刷新 收完这个红buff 看一下我们是到达六级 中路是真的惨 这个盲王还找了一波机会 来配合中单弄死了我们的中路 那感觉这个火男 现在心里面是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个游戏得有多难玩 啊 这太逆风了 对于他来说 他在现场已经没法混了 本来法师他0-4了 本来法师打卡萨丁就不好打 他还是一个爆炸逆风 感觉这盘要靠我们来carry了 与此同时对面的打野又支援到下路 弄死了我们的辅助 哦现在我的心里真的有一点紧张 那没有机会就先刷野发育把自己的等级给他提上去 到达7级之后再去考虑做一些事情 来收完这个小蛤蟆到达7级打一下这个爆炸果实 考虑一下 等一波 等一波我们的下路队友 状态不是很好 观望一下 我先观望 观望好了 哎 下来对面的这个金克斯 他的蓝量已经不是很多 不过距离有一点远 露露给我交出这个技能 上来打一套逼出他的大招 Q技能刮回来 两个都是残血 给我交出虚弱 我有大招 闪现过来 一喷两个 很明显对面这两个人 对南枪这个英雄的伤害 有点缺乏概念 你看这个金克斯 他是一个完全满血的状态 就是为了救他的辅助 一步一趋 欲据还迎 你早走就好了 直接卖掉 这个辅助交了大招 交了虚弱 还是挡不住 这个英雄 南枪这个英雄的伤害真的可怕 那这波对面的中单打野 来抓我们的辅助 差一点点 石草型的辅助就是牛逼 想要跑 你们真的很难抓 塔下护住 我有一个红buff 回血回住 塔下护住你们 不要怕 那既然如此 我们的中单 这波把兵线推进去 对面的中单 亏了一波兵线 好算是让我们的中单 喘上一口气了 那这波我不用回家 我的状态还算可以 上单这边再次击杀蛮王 我们的整体局势 已经慢慢搬了回来 那这个蓝buff 要不然就 你中单 需要发育 给我 谢谢理解 补给出来 继续刷野发育 我身上买了一个小的隐魔刀 一个小布甲 因为对面的中单发育不错 尊重一下他 三抓一 我们的上单 还能换掉一个超级给力 既然对面的中单和打野都去上路了 这条小龙 不用置疑 肯定要拿下 必须要拿下 让我们的上单生命换来的这条小龙 这个隐魔刀是为卡萨临准备的 然后对面整体的阵容AD偏多 所以鞋子肯定要做布甲鞋 蛮王 虾子这种英雄 布甲鞋做出来 基本上他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赶紧配合队友过来拿下这条火龙 有火龙在手 真的是让人非常安心 游戏时间13分钟 我们的人头七杀不死 七杀必死什么的 我拒绝 赶紧回家买出 这个打野这是干什么 晕住一套 交出大招根本跑不掉 风骑加速 这个鹿鹿你想跑吗 看我们的加速度 你就算交出大招又能如何 一个一技能过来直接贴脸喷死 对面的这个金克斯绕过来 看一下他又是一个没蓝的状态 一喷两喷三喷 接下来事情交给我们的队友 那现在大家应该明白 为什么要带风骑天赋 因为你带了雷霆 顶多是多那么一点点的小爆发 但是你带了风骑 你可以加速 你可以多A1到2下 用你的移动速度 那多A1到2下 那个输出肯定要比雷霆 那一点点的小爆发 要来的划算许多 这就是为什么要带风骑天赋 补记出来 中路集结 我的移动速度404 靠近风雨431 这一波团战有得打哦 我们的泰坦Q空 我们的中单勾引一波 打成残血 看一下这个瞎子 满血对不对 我一下平A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 闪现过来 配合队友收掉鲁鲁的人头 对方双双位移 金克斯根本跑不掉 最后卡萨丁还是交出闪现 才能逃出升天 这一波也是我们的中单勾引的好 我们的辅助保护的好 石草性的辅助 打反手就是这么的令人发指 石草辅助这个东西 每个人真的风格不一样 像风雨 算是我在石草辅助里面 玩的比较好的英雄 我大部分玩的都是肉食性辅助 比如说像马尔扎哈 杰拉 这种主动扑上去咬人的 伤害极高的东西 那看一下上路这边 推完了对方的中路二塔 这个盲王还想要单带 我们的泰坦已经是没有蓝了 勾引他一波 我从这里看一下 考虑一下一过墙 往前走 泰坦上去拼一波 很好 这波勾引很不错 我身上带着红buff 粘住 粘住你焦急跑了是不是 来一个Q 差一点点 也是非常的敏锐 那这一波兵线过来 理论上可以拔掉对方的上路一塔 但是算一下复活时间 对面的人应该很快就要支援出来 所以我赶快来合到这边 放上一个视野 以免会包夹绕后 我们的上单头很铁 这还敢回头 你快点走吧 丢出一个W烟雾弹 侧应掩护一下 对面的中单气势汹汹 我用我的伤害 挡住对面中单的攻势 辅助也已经交出了虚弱 金克斯交出了大招火箭 一步一驱且战且退 现在我身上的蓝量已经非常不足 泰坦也是残血 没蓝 对面的人都还有半血 不过我们有这个上路的一塔 对面的人应该不敢轻易照刺 我们的辅助 塔下单杀了对面的中单 对面的虾子绕后过来 一脚踢在我的身上 我的蓝量已经恢复出来 队友已经保不了了 先过来把兵线清掉 只要对方的兵线不进塔 对方就奈何我不得 现在我身上已经有了一个 一个大招的蓝量 不过如果是贴强Q的话 Q技能的伤害也是非常不俗 丢一个Q技能直接逼出了 对方的大招以及医疗 配合队友轻松收掉对方的AD 继续往前跟进 大招有没有蓝量 等等等等 OK大招马上就要有蓝 远距离烟花 再次化解了对方的这一波反扑 补给出来下路带线 队友在上路打架 那就双管齐下 能找到机会带线推塔肯定最好 那这场呢 为什么我没有先做黑切 只是做了一个小木锤 因为移动速度已经够了 有一个小锤子 而对面的阵容并不需要我做黑切 去削他们的护甲 盲王卡萨丁并没有多少的护甲 而我先把绿叉做出来 对于我们的单挑伤害来说 会非常的理想 那这个盲王出来守塔 来感受一下 平A平AQ 然后我这个E过来是有点膨胀的 不过我手上有个大招 有一个闪现 不需队友给我交出救赎 一打二 收掉盲王的人头 身上还有一还有Q 先往后拉开 这个卡萨丁想要过来 我有风女护住 根本不需往后丢一个Q技能回头 风女给上一个虚弱 我交上惩戒 你打我是根本不疼 那就算交上我点燃 风女又给我护盾 还能 这就是人神不如意的安静苦笑吧 那既然如此 感觉是上天又给了我们一个苦笑 讲道理的时间 那这一期的片头以及上期视频 那我说的都是人应该好好读书的道理 为什么苦笑要说这个呢 就是网上流行着一些要么消极 要么意淫的言论也好 段子也好 在试图误导 让大家觉得读书没用 比如有一个很流行的段子 那说的是 高考那年我考了200分 而妈妈朋友的孩子考了680分 那个孩子去了重点大学 而我只能去打工 9年后 那个孩子的妈妈向我妈妈炫耀 说他儿子又应聘了一个月薪几万的项目经理 而我却在想 该不该聘用他 这个段子在几年前真的大受推捧 很多人以此来安慰自己 说读书不好不要紧 将来未必会混得不好 但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再次在网上看到这个段子 下面的评论风向已经大不相同 不知道是不是当年评论的那些人已经长大成年了 这些评论已经从几年前的推捧变成了 学习不好找这个理由安慰自己有意思吗 或者说真的别做梦了 或者一万个不读书的人里 有一个成功了就说不读书也能成功 一万个读书的人里 有一个不成功的就被人说读书没用 还有一条评论 我觉得说的特别中肯 他说 不读书成功的途径就只有做商人 做手艺人 干体力活 有成功几率 但相对狭窄很多 而读书人 足够优秀的话 可以管理国家 在不同领域进行专业的研究 可以决策人类的未来 把握国家的命运 就算没有那么优秀 也可以让自己活得很体面 也能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不至于只看钱来衡量成功与否 说真的 文化教育真不是为了学多少知识 赚多少钱 而是能够培养出人的修养和持重 明齿度之法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苦笑学堂 希望本期的风奇南枪 对大家的上分经验有所帮助 喜欢苦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安静苦笑大观人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 你们都能在战棋TV看到一个英俊无比的男主播 他是谁 那么帅 他是安静苦笑 大家的心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